大哥,你这里住了多久了? 五十多年 住了二十几年? 有 那住了还蛮久的 我以为你这个房子是租的是不是? 是 我还以为是刚开始我来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的房子 不是自己的 不是,这什么事 这个是 你这个公路不能封面 有些可以装修化工 就是说 我说自己的就可以去装修一下 高原的祝福 超出你的热情 伤出你双手 让我拥抱 大哥 嗯 住这里住的习惯吗? 学习就不习惯了 不习惯? 嗯 过过走去 哦,你都走走 你都搬到县里面去住了? 嗯 我们要靠几百座鸟 靠什么?就是靠一些 三双 三双座鸟 是靠两百天 哦 在家里面种种田 嗯 种田不要租 种田基本上都不 家里面都有田的吗 都有分田的吗 是吧 有 那么该说我们的田要租 街上的田要租 有 叫做公司法本来 他现在就是 如果说想去种更多田就要去住 是吧 有 这个 要搞住吧 要 我们的 行人家大田 算起来比我买起来都更贵 哦 他就是说 租下来的钱 还 买的更贵一点 就是租的更贵一点 租 我得一点钱 你毛股得要两三八块钱 是吧 好贵 像这次我师父一过来 是吧 就是说 也是一份好心 一过来 就是说想 帮助一下 就是说在家里面自己养点吃 是不是更好 是不是 是 省得种那么多田 是吧 这个重点也辛苦 是不是 是 你还跑上去跑来跑下来 是不是 嗯 你看你你跑上去还一两个小时 是不是 嗯 这上次不是有四五只狗小狗哥们 卖了一 卖了两只 卖了两只 还有两只 还有两只 嗯 这小狗还蛮挺可爱 挺可爱的 大姐 嗯 那个小狗狗喜欢养小狗狗是吧 小狗狗好啊 我的头啊 不敢养太多 要不 不敢养太多 不敢养太多是吧 养太多 会养人 怕会养人 家里面的尽量 尽量挑衅 基本上都不会 是不是 就是你养习惯的人都不会的 嗯 要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家里的田全部给别人 租给别人了 当然就是可能有十几年没种过田了 可以 可以 行 那我们回去了啊 好 来 我们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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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